這就是為什麼馬丁路德出來到最後宗教改革的程度 因為整個教會的腐爛 這種腐爛是非常徹底人性的表現 跟宗教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呢我們剛剛就講到了 經過這麼一段大略的過程 教皇的權力都沒有罵 所以在所謂的文藝復興之前 教皇的神律是權貴的 也就在那個時候各位也有發覺 你們聽到很多歷史上的片段 宗教審判 教靈守 然後呢 宗教 聖經裡面講的所有的觀念 都是以聖經為主 OK 所以裡面呢 解釋這個 世界和神神什麼東西 都是以教會的說法為標準 因為神是不會講錯的 可是呢 等到這個神權過了以後 神的慰性是沒有人知道的 神的心理是沒有人理解的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教皇過的權最大 他下面栽培一個人就叫做佩洛列赫斯 佩洛列赫斯 他是神聖羅馬帝國靠近跨國這一塊 後來神聖羅馬帝國列成三塊 OK 東 中 西 三塊 然後呢 因為他們的繼承皇的問題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歷史上 為什麼有的王格 又是這塊瓶裂他的 那塊瓶裂他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每個人出來以後 他代表不同的情況 那貝特列赫斯呢 就是在華國的歷史 他的禮物是在這裡 偏偏這個貝特列赫斯呢 而神聖羅馬靠近距國史上的類 他是被從小 因為他 他登基的時候還很小 就是教皇的拜託 他今天看教皇 等他下一個教皇 要命令他的時候 命令得到 所以天輩也來吃 他是 他是 教皇工廠 你們說什麼 我聽聽看 大家都怕教皇 叫他有困難 所以他經常做迴背教皇的事情 教皇對他有困難 把他開除教育 他就有辦法讓他的承命 不會反他 他就有這種能力 我們今天不講 但是這個現象就有 然後呢 教皇就開始 碰面了 接著再下去 佩特列赫斯再下去的 那一位 菲律師子跟他一樣 而且不但一樣 你教皇要修理我 我也要修理你教皇 所以呢 就發生了一刻 這麼在 1305年 你教皇派我 把我開閣出來 對不起 我也讓教皇開閣 他不但把教皇開閣 他 慶起來 派兵把教皇抓到化國來 修路一般的把他拿回去 教皇從來沒有 北面來的 回去給掛 然後 沒有教皇不行啊 教區那麼多教民 趕快來 自己的化國裡面 再找一個主教你來做教皇 你來做教皇 你來做教皇 其實各位 你們就很清楚可以知道 神群奔羈 王權就跑到了神圖上 因為教皇必須聽到 而這個時間是什麼 1309年開始 他乾脆把羅馬教民 簽到了化國的阿維尼 這個時間呢 70年 我們剛剛講 在那個時候的人 的壽命才是四五十歲 70年兩次啊 欸 各位 你們有沒有 開始想到 羅馬教皇 靈開了羅馬 而印度北 他的義大利北邊 是他的領地 他的教皇不見了 那些人有多快樂 因為你這個 教廷就是天天 好像那個風景 你知道嗎 你這個王做不對 你那個不對 你這個不對 你那個不對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宗教裁判 所以那個時候 一切東西都是用聖經來解釋 你化不對 你這個不對 都不行啊 而且法律管不了啊 你只要被送到宗教皇 就這樣不得了 所以 教廷的威信 威力是非常大 大家都 進步感 你現在有七十年的時間 教皇是不見了 那個地區都快樂了 人跑出來了 沒有神啊 這就是 人文心情 神情不見了 所以那邊的人開始 唉 神不在啊 所以我人怎麼辦 人很快活啊 可是 中國人講一句話 沒有鈔票 你做不了壞事 偏偏就有鈔票 特殊化不裁話去 他的鈔票怎麼來 各位你們如果來看這一段時間 這個時候呢 歐洲 非常重要的 歐洲呢 歐文化 在當時來講 這段時間 那所謂 是中國的高級 比如都要從哪裡 東方來 比如說中國的絲 對不對 中國的陶器 瓷器 還有呢 他需要很多香料 都是從東方來 所以 當時 海上吃物 跟陸上吃物 一個是從中亞過來 這邊是 這邊是土耳其 然後這邊呢 是東的瑪迪虎 這邊是西的瑪迪虎 所以 你如果是從中亞過來的 施路是這樣過來的 海上吃物呢 是從 從這個地方 或是外 進來了以後 經過這個地方 再送到這邊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地方還是 基督教的天下 從這個地方 在坐船 運到的離去 第三條路就是 就是 這邊是蘇伊之遺 從這邊進來 從這個地方 從 埃及登陸 然後送這邊 到埃及的港口 這邊做 三條路 偏偏 這個奧斯曼帝國 從這麼小開始大 各位可以發現 他就 打在那個地 因此 是 奧斯曼帝國 不斷的擴大 他最大的色套 這樣 你就可以看到 他對 西羅馬 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威脅 有擴大 精品通通 被切斷 剛開始還可以從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等到他 越來越大了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已經到了1500年左右 就完全中斷 1500年 各位可以發現 這正是 大瓶牌 的實驗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就回在一起 歐洲的發展之群生存 一開始他就是 精品沒有 人呢 做生意 邊邊義大利的北部 各位知道 如果從歷史來看 它是什麼 海運的中心 而且它是什麼 它是從 法國要 這個地方 它是法國要到這個地方 來的 必經之徒 所以它站的是 交通線的地方 因此它做什麼 特別的生意呢 如果不打仗 它就 從這個地方 坐船到三公司 然後到那裡 到那裡 所以它的 海上運輸 就是非常的發展 它做的就是這種 特別的生意 因為這種 特別的生意 它就跟 這塊區域 就跟北面的這一些城邦 同樣是靠交通運輸為主的城邦 結合起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看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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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 所謂的 歐洲普遍經濟的感染 對不起 不是普遍 是薩薩 歐洲不斷的戰爭 我有一個表 今天因為放下 你可以看到 十二世紀 十三世紀 光是饑荒 歐洲就死了不少人 怎麼會是經濟發展 就是這些學者不要來看 所以是少數人掌控了 生活必需物資的運輸運送 義大利北部的這些情況就是情況 所以做的是特殊生意 從東方拿奢侈品來 然後呢 做生意 然後糧食進來 北面呢 就從什麼 就從那些荒野的地方 送毛織品 黏織品進來 做這種trade 然後有錢的人呢 就開始 你如果再去看那個 威夷師的意思 你去看 那每個有錢人都是有錢的 家裡都是比東方來要富裕 所以 有錢的人就要買什麼 牌肉冰刀包裏 我們現在 就要買精品 精品 從哪裡來 從東方來 好東西從東方來 再貴我也要 下面老百姓是要一碗飯也要不到 歐洲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已經是這個情況 然後再來一個 十四軍公司 現在有錢啊 人呢 出頭了 現在有錢啊 有錢了呢 還好有view 這些商人自己本身做 然後呢 有樣學樣 神有樣學樣 那時候十四軍公司 東方是從系列1100 1225年1100多年開始 教皇為了要 拯救東方的那些可憐的基督徒呢 還有呢 境內有很多的異教徒 要通通給它死 最大的威脅就是 穆斯林 所以就開始有個十四軍 然後十四軍東征 多一個知道 那個騎士 多一個知道那個重裝騎士 有人給它做個精確的分析 一個騎士要怎麼 11180年的做 一個騎士需要的 才藝資深是300公斤的 所有的 一般老百姓的 或者是期待的 所以不是貴族 不是有土地的貴族 不是非常有錢的 皇宮 養不起 然後到了1260年的時候 光馬屁就身家好被 因為散亂死人了 然後馬養不起 那麼聖殿騎士 是因為 它是專門替這些所謂的 有朝聖的人 或者是教廷 或者去做法律 所以他們記載非常完善 可是一般的騎士 世俗騎士 難道他不需要那些裝備嗎 可是你看那些 國家的人殺來殺去 那時候又是 激兵最發達的時候 所以每一個國王 都要有那麼多 都要用那麼多錢 可是欸 那不像中國 中國在當時 地好大 他們是城邦 一個一個的城邦 城邦裡有多少地 所以這就產生一個 非常大的效果 每一個王公 各位 王公 會 都在取戰 他很有錢 但是他在取戰 為什麼 一定大量發炒 還要印護東 十字軍 好這些 十字軍騎士 就是出門了 各位一出門 就是一年兩年 因為他不需要太錢 他以為路 他一直拿著自己滑 那我剛剛講 冰度北部就是在這個路上 而且他又非常呼籲 所以他弄得非常好 大家來這邊弄六個街 就好像那個 大陸來的那個 遊客 遊覽車把你晃到哪裡去 就在那邊行為 所以 義大利北部正好就是 十字軍東征的重機站 很多人都在那邊 六個街 所以這非常重要的是 反應著 這巨大的驚飛 那這個聖殿騎士呢 他其實很慘 剛開始聖殿騎士 他是一個主持 就是為了要支援 這個聖士軍東征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 所謂會主 他們就是 我願意吸收我的一聖 會主 會上帝 效果 聖經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捐住 然後變成一個 十字軍的騎士